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 美国和泰国合拍的恐怖片 鬼刊 影片一开场 来自英国的女孩酱油妹 就被女鬼追得是花枝断产 差一点就领了好饭 一看女鬼这高难度的动作 应该是修炼的不错 转场之后 金发妹和男朋友大眼哥 到泰国度假 两人刚一出机场 就被逗逼哥给拦住了 逗逼哥说大哥要车吗 我可是曼谷的老司机了 熟悉这里的每一个轰动区 下车之后 金发妹在酒店门口看到一鬼刊 逗逼哥说 泰国人喜欢供奉这个玩意儿 只要让鬼高兴 他就不会到你家要你的命 来到房间之后 金发妹就开始洗白白了 当他正搓泥的时候 突然发现一只壁虎 正从他按送丘锅 似乎有话要说 接下来是见鬼前的观光时间 在逗逼哥的导游下 金发妹和大眼哥是一会儿拍照 一会儿打枪骂笑 中午两人吃饭的时候 大眼哥突然拿出钻戒 向金发妹求婚 说咱俩早就生米煮成熟患了 等回去之后 咱就把事给办了 金发妹一听马上就答应了 说咱回去就领着 晚上两人刚回到酒店呢 就遇见了来自英国的 酱油哥和龙套哥 酱油哥说来泰国不逛夜店 那可真是太遗憾 那里的人妖啊 可是既妩媚又风操 转场之后 四个人先在街上一通下车转 然后就溜达到了夜店 酱油哥拽着大眼哥进去嗨评 金发妹则跟龙套哥在门口宣传单 由于夜店里的这场戏啊 没什么意义 苏哥就帮你们跳过去 龙套哥和金发妹在门口闲聊天的时候 趁机把金发妹的头巾子顺倒了 刚开始还以为这哥们有恋恶屁 其实是这俩孙子早就设计好的精膜轨迹 果不其然 酱油哥从夜店出来之后啊 跟金发妹说 你不是喜欢那些怪力乱神的玩意吗 一会儿啊 我带你去个特好的地儿 那儿的鬼堪呢 不仅品种集权 而且还不要钱 随后吃瓜的金发妹和大眼哥 就上了酱油哥的车了 这车跑了多远搞不清 反正等到了那个不祥之地啊 天都亮了 由于大眼哥在夜店呢 被小姐亲了一口 算是有嘴说不清了 两人谈着谈着就谈崩了 酱油哥来到鬼堪前呢 把金发妹的头巾绑在了鬼堪上 在这儿啊 需要提前说明一下 酱油哥之所以这么做啊 就是想把附在他女朋友身上的鬼魂呢 转嫁给金发妹 他女朋友啊 就是在第一场戏中 被女鬼追的屁股尿流 那个打酱油了 这个套路啊 特像午夜兄弟里看江戴那种接力赛 当金发妹刚把鬼堪里的小儿拿起来啊 酱油哥和龙套哥仨子就撩了 就在这姐们懵逼的时候啊 突然就遭到了女鬼的袭击 天快黑的时候 接到大眼哥电话的逗逼哥 开车车赶到了 逗逼哥一看金发妹这情况啊 就意识到大事不妙了 于是急忙开车 把这俩带瓜啊 拉到了自己老家 龙套婶扒开金发妹的嘴 往里边一看呢 顿时吓得是哗得干啥 大眼哥一看 当时就蒙圈了 说这到底什么情况啊 逗逼哥说很久以前呢 有一个日本女人 嫁给了一个泰国男人 后来这个泰国男人呢 跟女仆劈了腿 日本女人发现之后那能干 于是一气之下 趁着月黑风高 就把房子给烧了 打算送那对狗男女啊 一起下地狱 可日本女人对杀人放火 这种高风险的活啊 没啥经验 最后反倒让自己领了喝饭了 这日本女人虽然嗝的屁 可她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于是她的鬼魂呢 便整天出来捣乱 一见到比她长得漂亮的女人呢 就想让人家脸上瓣 后来村民们 在我刚才接你们的地儿啊 给她建了一鬼坎 希望她能消消气啊 别再到处惹事 可你们俩的出现呢 把她平静的生活给彻底打乱了 你说这事要搁你 你能干吗 咱说白了吧 你女朋友啊 已经被那日本女人给缠上 顶多呀 再有两三泡尿的时间 金发妹就得归了天了 两人正聊着的时候啊 为金发妹驱鬼的高僧感动 大眼哥说 什么鬼呀神的 全是风险迷信 金发妹肯定是得了病了 请个和尚有个鸡毛用啊 豆逼哥说 大哥啊 咱这可是一鬼片啊 你要是这么不听劝 导演肯定得让你提前领和饭 接下来啊 高僧开始为金发妹驱鬼 第二天的一早 这金发妹表面看上去 好像是没事 可一回到酒店呢 又开始不对劲 哎呀 都什么时候了 还有心思闷得蜜的 瞅瞅 连女鬼都看不下去了 大眼哥一看金发妹这病情 意识到这药 确实是不能停了 趁着大眼哥出去买药的时候啊 女鬼这边一发工 整个酒店全都熄了灯了 买完药回来的大眼哥一看呢 这当下就是猛的一颤 急忙把金发妹送进了医院 医生说 你女朋友这种情况啊 我们几天前也遇得回一个 不过那个英国女孩啊 已经康复出院了 大眼哥一听着心里就是一惊啊 说你知道那女孩在什么地儿吗 医生说 他跟他的两个朋友啊 已经去了机场 根据目前导演给出的逻辑链呢 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办 转场之后 大眼哥搭乘斗逼哥的车啊 赶到了机场 并且成功拦住了 即将离开的酱油哥和龙套哥 龙套哥拿出一名片 说如果想救你的女朋友 你现在必须马上去找 会驱鬼的胡子叔 你目前最多还有36小时啊 事不宜迟 在斗逼哥的带领下啊 大眼哥很快又找到了胡子叔 胡子叔说 这种事啊 就像是穿销啊 如果想让你女朋友 摆脱那个女鬼 你就必须找到下一个目标 为了救金发妹啊 大眼哥在街场啊 到处下溜的 准备行动的时候 大眼哥突然良心发现 认为这种坏良心的事 绝对不能干 转场之后 大眼哥把胡子叔给绑架了 说你要是不想办法救我女朋友 咱就鱼死网破 谁也别想好过 随后胡子叔带着大眼哥和金发妹啊 找到了世外高人李的妈 大眼哥一看 这三位长得这么难看 就知道肯定是有特殊手段 李的妈说 如果想要救金发妹啊 你就必须放弃一样 对你最重要的东西 大眼哥取下金发妹的订婚戒指说 这玩意儿值老鼻子钱了 我看大妈这屋里是家徒四壁啊 把这个玩意儿卖了 添点家具 李大妈说还不够啊 你要是想救你的女朋友 就必须切掉自己的一根手指头 大眼哥说 我这手指头还得弹钢琴呢 这要是切掉一根 我可就五音不全了 这戒指就象征着我们的一切啊 您老旧先试试吧 不行的话再说 接下来啊 李大妈开始为金发妹去鬼 女鬼一看可就不干了 撸胳膊挽袖子 就打算跟李大妈绝一次干 哎呀 不过这女鬼的发型跟李大妈还真像 估计这姐俩的头啊 是同一个发型师给她 逗逼哥说 大哥啊 救人比弹钢琴重要 再不把手指头切掉啊 金发妹就可以交翻票 大眼哥切掉手指头之后啊 李大妈的功力大增 老人家运足气憋足屁啊 很快就把女鬼改下地狱 影片的最后 之前的毛蛋叔和冷蛋姐这对夫妻啊 正在市场前逛 看这个情况 估计很快就得上了女鬼的当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手唐诗压惊 甭管是鬼还是妖 没事不要下几招 这个世界很诡异 当心好奇害死吗